1912年2月12日 北洋军阀袁世凯 逼迫亲王朝末代皇帝普遗巡位 农与太后同意接受优待条件 于是亲帝颁布了退位诏书 延续了二百多年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此结束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心文化的教育 使得一些人养成了忠于君主而不顾历史环境的思想 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 但他没想到的是最终换来的却是君王的不屑 而这个人便是张勋 张勋在清朝灭龙之后一直不愿意捡辫子 同时还尽心尽力帮助普遗复辟 但是令世人不解的是普遗对他的评价却是粗鲁 张勋早年便成为了孤儿 截然一身的他选择了参军这条道路 何于坦白之帅且敢作敢当 张勋从众位士兵中脱颖而出 一路升迁 并在普遗登基后 当上了江南提督的职位 武昌起义后 张勋奉命镇守南京 抵抗革命军队 并被清政府授予江苏巡抚监属两江总督 南阳大臣的职位 然而张勋的势力终究敌不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队 最终清朝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走向了灭亡 1913年 袁世凯任大总统 按照当时的剃发令 军队之人需要剪辫子 但是张勋却助手演奏 表示仍效忠清世 近期不足剪去发辫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袁世凯去世后 黎元孔和段积瑞展开了一系列的名枪暗斗 张勋以和氏佬的身份 假意为二人调停 其真 实目的则是做山关虎斗 做收渔翁之地 最终张勋集结了十三省联盟 并且于1917年6月30日率领刘廷称 康有为 沈增植 王史珍 将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 共五十余人潜入清宫 决定当晚发动复辟 然而 仅仅过了十几天 在7月12日之时 张勋便被晚戏军伐段契瑞的讨逆军所击败 逃入荷兰使馆 普一退位 被通缉 继逃到天津德苏界地区 张勋复辟行动宣告失败 1923年9月12日 张勋因病在天津逝世 中年69岁 普一自始中武 然而不久之后 普一却又评价他粗鲁 而这大概是基于对张勋性格的一个客观评价 毕竟军人出身的张勋文化水平确实不高 纵观张勋的一生 他的所谓大概是对得起自己的 他深知自己的一切都是普一给的 而普一又十分重视自己 这样的一份恩情自己应当拥全相报 倘若按照古时候的于衷思想而言 张勋可以说是一个忠臣 然而这种不变是非的行为 并不能给百姓带来好处 因此没有被世人所认同 参考资料 历史大观元 我的前半生